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和伯吉天卷联合出品的长篇悬疑有声小说《石宗罪》 作者蜘蛛 演播 骆驼 第三十三集 一九九八年九月二日 两只鸟在一个人的头顶飞过 后来那只鸟的羽毛出现在它的羽绒服里 一九九九年四月十九日 一个渔民放生了一只海龟 它在龟壳上刻下了四个字 福寿延年 二零零一年六月二十日 也就是周星星 画龙 韩冰玉三个人 被困在岛上的第二十八天 一只海龟刚刚爬上海滩 就被画龙俘获 周星星和韩冰玉看到海龟的背上 刻着福寿延年的自己 画龙说 海龟肉味道不错的 韩冰玉说放了它吧 周星星说 现在进入到了海龟的产卵期 会有很多海龟上岸 这一只就放生吧 也许会给咱们带来好运 海狮最先爬到岸上交配 这种动物吼声如狮 而且各别种类的颈部长有棕毛 又颇响狮子 故而得名 画龙的拳脚功夫 终于有了用武之地 它在沙滩上和海狮搏斗 最终那只海狮战败 被它们三个人吃到了肚子里 海豹和海狗又陆续登岸 它们必须上岸来交配和繁衍 年年如此代代相传 海豹就像一个履带式的挖土机一样 用腹部爬行 海狗皮毛珍贵 雄性的海狗边更有壮阳补肾之效 当然 这两种动物也进入到了周星星它们的肚子里 第二天 大批海龟登陆了 海龟在各地产卵时间不仅相同 四月到七月为繁殖旺季 雌性海龟群居在珊瑚岛周围 互相追逐 选择配偶 有时 雌性海龟对求爱的熊海龟看不上 就用头对着熊海龟 不让熊海龟爬上背后 熊海龟总想方设法地从旁边绕至雌海龟的背后 雌海龟也总是随机应变 转过去用头顶着对方 不让熊海龟得逞 若二者都满意 情投一合 那么熊海龟就会爬到雌海龟的背上 用前只爪勾住雌海龟的背甲 长长的尾巴 铜下往前弯曲 交配器直接插入雌海龟的卸直枪中 交配时间可长达三至四个小时之久 周青星观察到 海龟上岸产卵的时间 一般是晚上十点以后 他们用奇壮的四肢笨拙地向前爬行 海滩上就留下两道宽宽的与履带车的痕迹 相似的归道 在海水淹不到沙滩处寻找产卵地点 此时的雌海龟虽然有些迫不及待 但却格外地谨慎 略有风吹草动 他们就立刻返回大海 因为捕归者和一些野兽 往往在这个时期 等待着捕捉上岸产卵的雌海龟 或者来挖食他们产下的卵 海龟一旦在路上被掀得负面朝天 那就只能束手就擒 产卵期的海龟警惕性特别高 只有确认万无一失的时候 他们才会寻找适宜的产卵地点 海龟的产卵地点在选择上也是非常认真的 既要有利于卵的孵化 又不要轻易地被敌害发现和破坏 所以花的时间很长 韩冰玉也在仔细地观察海龟的产卵过程 他发现海龟选择好场地之后 先用巨大的前肢挖出一个宽大的凹坑 坑的深度与龟体高度相同 将整个身体浮于坑内 然后再用两个较短的后肢交替 在生殖孔下方挖一个垂直的卵坑 尽管海龟老太龙中行动迟缓 但是挖坑时后脚踏实地 却像人手一样的灵巧 像勺子一样将沙里摇起来 然后小心翼翼地提上来抛出坑外 有时也会抛得很远 缠卵海龟多时会使整个海滩 沙沙地响起挖沙声 坑有半米多深 边壁垂直就像一口小井 如果地点适宜 用不了十分钟就可以挖好 倘若塌陷或者沙中有瓦砾等杂物 那么就需要很长时间去清理 卵坑挖好之后 稍事休息就开始产卵 产卵之前先用后肢 向尾巴和卸直孔处拍几下 将沾缚的沙子拍掉 然后卸直孔向卵坑之中 拍出几滴白色的透明液体 随即产出第一颗卵 海龟卵很像一个白色的乒乓球 卵壳坚硬而富有弹性 不易破损 海龟一旦开始产卵 不论什么强烈的刺激 他都会全然不顾 整个产卵过程十分钟左右 这一期间 他不断地排出粘液 使得整个卵坑都被带有粘液的沙力包裹着 产卵结束之后 他就用后脚拨沙将卵坑埋起来 然后再爬出掩体坑 再用前肢把坑填平 最后再拖着疲惫的身躯 慢慢地返回大海 海龟蛋是一种美味 画龙在挖海龟蛋的时候 有一些海龟一边爬向大海 一边流泪 这是因为海龟在吃水草的同时 也会咽下海水 摄取了大量的盐分 在海龟类腺的旁边 会有一些腺体排出这些盐 造成海龟在岸上流泪的现象 经过细心的观察 韩冰玉对画龙说 我有办法离开这座荒岛了 画龙说除非有船 韩冰玉说我们可以造一艘 周星星也说 我也想到了 画龙说这岛上连棵树都没有 怎么造船呢 韩冰玉对周星星说 咱们俩把答案写出来 看看是不是一样的 周星星和韩冰玉 在沙滩上各自写了出来 画龙去看 发现他们俩写的都是两个字 海龟 他们制造的船 是由这些东西组成的 绳索 麻袋 死海龟 和活海龟 绳索是用海带的饼 鲸 以及纤维物编成的 海带分为饼 鲸 叶 市场上见到的海带 多是叶片 海带的根部非常坚硬 而鲸 也有柔韧性 他们去除叶片 将鲸和饼抹上海豹油 经过烟熏水浸 这种自制的绳子也是非常经久耐用的 用海带做绳子并不稀奇 很多水手也懂得用海藻来制作绳子 麻袋 是和他们一起被扔到岛上的 将绳索 编织成网状 然后铺在上面 这样 就造好了船身 死海龟 主要起漂浮作用 溺水死亡的人 男尸脸朝下 女尸脸朝上 这是因为骨盆造成的 女人的屁股 要比男人的大 溺水死亡的人 不管是男尸还是女尸 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 那就是浮在水面 在腐烂的过程之中 尸体内会产生大量的气体 这使得水中的尸体 会漂浮在水面 海龟也同样如此 将海龟翻过来 四脚朝天 死亡之后扔到海里 死海龟也是漂着的 他们用绳子 将十二只死海龟 绑在船身上 这样就做成了一个气阀 活海龟可以为这气阀 提供动力 与陆龟不同 海龟不能将他的头部 和四肢缩回到壳里去 他们就用绳子 系住活海龟的脖子 坐在筏子上 海龟就会像骡子和马那样 拉着筏子在海中前进 这样也就有了动力 他们挑选了四只强壮的海龟 海龟正处在产卵期 他们会凭借本能 以最快的速度向陆地游 海龟是潜海动物 尽管可以在水下 待上几个小时 但是还是要浮上海面 来调节体温和呼吸 所以不必担心海龟 会一直潜进深海 四天之后 他们的船造好了 他们选择在中午起航 因为中午既不是涨潮 也不是退潮 海面风平朗静 画龙自告奋勇地要当船长 他大喊了一声出发 他们离开了黄岛 海龟滑动四只 一刻不停地游着 海龟拖着筏子 在平静的水面上 慢慢地前进 三个人坐在筏子上 回头去看这座 生活了一个月的黄岛 心里边感慨万千 按照现在的速度 大概到黄昏的时候 就可以登陆了 韩冰玉教授给画龙 驾驶海龟的技巧 他告诉画龙 必须得紧紧牵住海龟 不要让绳索紧绷到 快要绷断的地步 如果海龟向下沉 千万不能猛地一拉 必要的时候 要给海龟放出绳子 通过绳索 在水中的倾斜角度 来判断水下海龟的位置 一直控制海龟的线路 不要改变 画龙有些不耐烦 说知道了 韩冰玉呵呵一笑 说其实我也没什么经验 不过这和驾驶骡子 和马没什么区别 抽星星在观察筏子上 绑着的死海龟 用手按了按 发现浮力很大 足够他们坚持到登陆了 韩冰玉开始讲起一些趣闻 他说 有的鲸鱼会自杀 自己游到岸边 搁浅在那里 胃里就经常有乌贼和章鱼 活生生地爬出来 还有海龟 从鲸的胃里边钻出来 在海滩上乱蹦乱跳 海龟极有灵性 在广东省惠安县 海龟湾自然保护区 有一个叫做安安的百年瓷海龟 它能背着一个小孩 在水中嬉戏 他们渐渐远离了海岛 一直向西 就会抵达我国的海岸线 三个人坐在筏子上 海水和天空一样的沾澜 突然 绳索迅速上升 四只海龟全部浮到海面上 他们在水底 似乎遇到了什么可怕的东西 惊慌失措 想四散逃跑 画龙竭力地拽住绳子 才没有使绳索争断 他们看到了法子旁边的水下 有一条可怕的阴影游过 阴影渐渐变大 它转了个弯 然后慢慢地升到了水面 周星星大喊了一声鲨鱼 他们看清楚了 那是一条大青鲨 高耸的背脊 像刀子一样滑破水面 水从它身上两边直屑 他们注视着鲨鱼绕了个弯 然后再次逼近 它的力量和美 全部都暴露无遗 鲨鱼猛地张开大嘴 吞下去了一只海龟 画龙大喊一声糟糕 鲨鱼的出现不是偶然的 因为死海龟的嘴巴里 一直在滴着污血 当那血迹在海底下扩散的时候 鲨鱼在很远的地方就闻到了 它有着超强的绣群 它从海底深处上来 嗅到血腥味的踪迹 就顺着他们的法子所走的路线 追踪过来 全然不顾一切 有时它们迷失了气味 但是它又会重新寻找到方向 很快 三只活海龟都被鲨鱼吃掉了 画龙试图保护最后一只海龟 它将海龟拽到身旁 但是那条鲨鱼跃出水面 一口就咬住了海龟 画龙瞧准机会 它向鲨鱼的眼睛上猛击一拳 眼睛凹下去 蹦出鲜血 血液在水中飘开 一会儿 其他的鲨鱼闻到了血腥味 很快也游了过来 它们很兴奋 因为饿晕了头 六七只鲨鱼 开始袭击眼睛受伤的那只鲨鱼 受伤的鲨鱼就在海面上翻滚着身体 扭动着尾巴 在挣扎之中 被同类给吃掉了 有声小说《石宗罪》 由喜马拉雅和伯极天卷 联合出品 作者蜘蛛 眼波骆驼 感谢您的收听 更多精彩内容 请您期待下集 听有声 选骆驼